正如无我的利益 Pause 2 现在,我将皆是正如无我所生起的利益。 如果一位修行人能够清澈地觉知到无我的特征, 他就达到了预留过的境界,因而完整地断除我见或身见。 正如无我与过去的业 Pause 2 在无止尽,漫长的轮回中流转的众生,能够遇见佛教是非常难得的。 在百千万劫中,他们总是遇不到佛教,也没有机会聆听佛陀的教诲。 无数式与劫属中,众生总是受到先前的恶业与错误所折磨。 因此,在众生的作义思维中,这些无数的业总是让他们堕入无间地狱。 同样的,这些无止尽的业也会让他们堕入等活地狱以及其他的地狱, 或者以恶鬼、阿修罗、畜生等等方式再生。 我见是旧恶业之手,因此,持续地依附在众生上。 只要身见存在,这些旧恶业就会非常猛烈,充满力量。 虽然众生可以向在六天界的天神或地势天尽情享乐,终究还是会落入四苦界。 同样的,众生虽然可以在色泛天,无色泛天尽情享乐,他们终究还是会落入四苦界。 棕榈树上的果子,虽然是长在树天,果子终究会掉落地面。 只要棕榈树干依然挺立,果子就会挂在树上,不过,一旦这些树干萎靡了,果子无可避免地掉落地面。 同样的,只要天神、泛天的生命树干,依旧完整无缺, 天神、泛天有机会生于天界与泛天界而受我剑的折磨。 这些生命树干一旦切断了,他们必定沦入低层的苦界,就像果子掉落地面一样。 因为身见是恒常地出现在众生的坐意思维中,身见所带来的苦恼,远比魔奴大山还要巨大,这是因为身见在其内在意识中,聚合了无穷的恶业。 因此,众生即使生活在最高的泛天界当中,只要坐意思维的身见依旧存在,就会持续地沦入苦界。 至于生活于低层的泛天界或天神界,乃至于人类的众生,情况就更糟了,毋庸多说了。 虽然这些众生可能是泛天王、天神王或地势天王,他们的坐意思维,就含藏了八层地域。 同样的,他们的坐意思维,也含藏了无数的低层地域,恶鬼道、阿修罗道与畜生道。 这是因为这些众生没有体会到,沦入这些低层与他们一世界的倾向是恒常地呈现在他们的坐意思维当中,而泛天王以及天神王仍然从这些境界中追逐快乐。 当旧恶业之首的身界,完全灭尽了,伴随众生而无止境轮回的一切旧恶业,会彻底熄灭。 不用说从前世伴随而来的旧恶业,只要在今生所做的无数恶业中,诸如杀生,偷盗的业,只有当身见完全熄灭了,他们的果报才会彻底消失。 对于这类众生而言,还是会害怕狮子、昆虫的迫害,但是,已经不需畏惧过无尽恶业的果报。 这些坐意思维的众生,一旦完全从身见中解脱出来,即使他们还是人类,却已转向天神界以及泛天界了。 虽然他们还在低层的天神界以及泛天界,从那时起,就会转升较高级的天神界以及泛天界。 就好像雨季末期,蒸汽会不断从山林中浮生起来。 由于断除身见所生起的利益,与过去的业果有关联,这正显示了断除身见的重要性。 正如无我与未来的业 Pause 2 2. 人类,天神与泛天,有身见在他们的坐意思维中,今天可能是善良的,有德行的众生,但是,可能在明天,后天,下个月,明年或来生,泛无止尽的恶行,诸如是母,是父,杀阿罗汉的重大杀业,或者偷盗的业。 很可能,今天他们生活在佛教中,但是,明天或次日,他们可能逾越了佛教,甚至变成破坏佛教的人。 人类,天神以及泛天,虽然他可能依旧在来世中,流转轮回,可是一旦觉知道无我,并因而完全从他们的坐意思维中,根绝了身见,他们从那刻起,甚至不在梦境中犯恶行以及其他的恶业。 他们自身见解脱,一直达到涅槛的最后存在,虽然历经持续不断地存在与轮回,他们还是生活于佛教之中。 对他们而言,佛教消失的地方,就没有任何的境界值得留念了。 由于断除身见,与未来的业有关联,这正显示了断除身见所生起的利益。 过去的业如何不发生效力? Pause 2 过去无数的业如何在身见熄灭的刹那不发生效力呢? 以下举例说明 一串念珠,是由一条坚固的丝线穿引,将无数的念珠串联起来的,如果其中的一粒念珠拉动了,其余的念珠也会被拉动。 但是,如果抽掉丝线,再去推动其中的一粒念珠,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念珠,这是因为它们之间不再有任何的牵连了。 一位直取身见的众生,在过去生与结属中,将一系列的运,给与强而有力地牵连,并转化为我。 在过去生与过去结中,我已多次转生为人类,天神或泛天。 他这样思维,就是寻求这条身见的绳索。 因此,过去生和结中所犯的无数恶业,以及还没有报应的恶业,都因着他再次转生,为随而至。 这些过去的恶业,仿佛被捆绑的念珠,是由一条强劲的绳索连结起来。 只要众生清楚地觉知到无我,并且消除了身见,甚至能在一堂禅作中,觉知到色韵与明运的生起与消失,并见到分离的现象,而不是连结的统一体。 自我之概念,就像绳索一样,不在现前了。 诸韵就像绳索拆除后的念珠,四处分散。 他们清楚地觉知到过去所犯的恶业,不再是个体,众生,我,或我的业,他们是在刹那间生起又消失。 这是为什么,当身见消失了,过去的恶业也就会完全地消失的缘故。 以上我们只观察恶业的消失。 但是仅仅经由身见的消除,过去的恶业不会消失,只有达到阿罗汉道,爱欲彻底根绝了,恶业才会完全消除。 身见的罪恶 身见之恶是极端深刻,影响深远。 Pause 2 一位犯了弑母夜行的人,必定被所谓 沦入无间地狱的境界相所震慑,因而将弑母的夜行,转化为自我,并且深受诸如,我犯了错误。 我真的错了。等想法的巨大苦恼。 如果这众生完全体正无我,并且能够丢弃诸如我真的错了。 的想法,那么,弑母夜行就不再发生作用。 不过,众生不易断除这种想法。 虽然,夜无意伴随众生,也无意产生夜果,却是由于众生之取诸如这是我所犯的夜,这是我的夜。 因而受到强化。 因为这种强有力的直取行为,夜才产生果报。 世俗人就是以这种种方式受到迷惑,因而直取身见。 恶业,也是这样。 因为身见强有力的直取行为,恶业经游轮回,伴随众生,它们可以因此而再生,并产生夜报。 众生发现当它们受到夜果压迫,并承受巨大坚谱的过程中,它们并没有弃绝恶业。 这些众生是恶业为我所做的恶业,因而直取它们,即使它们可能在地狱中,经历了由业所产生的苦果。 因为众生没有弃绝这种恶业,这些业不但没有注意,反而产生果报。 这些业持续产生果报,这些众生因而不能从地狱中解脱出来。 这就是身见之所以罪恶深重的所在。 同样的,众生极端的畏惧疾病,年老于死亡。 不过,由于它们承受这种畏惧,反而只取过去意外事件中的疾病,年老于死亡。 而这样思维,在过去,我已多次经历了疾病,年老于死亡。 因此,它们发现无力弃绝这种可怕的现象。 因为它们无力弃绝疾病,年老,死亡的现象,反而伴随它们,反抗它们自己的意志,因而持续产生压力。 疾病,年老于死亡的现象,势必出现。 这就是身见之所以罪恶深重的所在。 今生也是这样。 当外在与内在的过患一起现前的时候,众生被疾病巨大的压迫,它们反而发展出一种对疾病的直取。 而这样思维,我感到痛苦,我受到伤害,我被灼伤所压迫。 因而直取它们。 这种直取的行为是一种束缚的行为,阻碍了它们从疾病脱离出来的契机。 这是因为身见束缚的行为是如此猛烈,以至于在漫长,无尽的轮回中发现, 这些疾病是不可分的伴侣,而延续至今生。 因此,身见对于这些疾病,产生一种细琢,且在今生仍巨大的压迫众生。 虽然这些巨大的过患与痛苦,并无意伴随这些众生,也无意如此维持下去。 可是,因为身见的牵引,反而一世一世持续地伴随众生。 来生也是这样。 这样思维,我们将经验疾病,我们将面临老年,我们将面临死亡。 这些身见的行为,系从此刻只取未来疾病,老年,死亡的可能性,并将它们联系到众生。 因此,这种束缚行为并没有被摧毁,反而是在未来,会很确定地面对这些可能性。 这就是身见之所以罪恶深重的所在。 以上略述身见识如何罪恶深重。 表面的执着与深度的执着。 Pause,二。 爱与与慢的执着,并不是见的执着。 爱与是以这是我的财产的形式,执取三界之内的一切现象。 慢则是以这是我的形式,执取一切现象。 在众生执取身见的例子中,爱与与慢追随身见所习语的道路。 在预留过,义来过,不还过圣人的例子中,他们已经断除了身见,而爱与慢则追随想颠倒与心颠倒。 由想颠倒与心颠倒所产生的执取是表面的,由身见所产生的执取则是深度的。 以上,我们已描述恶业如何整个与身见的消失而止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